影響到 這也會把門戴上去 原本應該像五線譜 高高掛在天上的電線 現在看過去竟然是空空如也 有的還垂掛在電線桿上頭 這樣情況真的是 讓地方民眾氣炸了 因為不但造成部分住家沒電 而且正值跟坐騎的農田 也無法灌溉 在我來發現就是 10枚架的 架那一枝 那一枝就是 棟的 它拿去 營業也算是把這架架架架架 架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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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剛插好的秧苗 在水田裡搖曳 如果不是遇到電線遭窃 現在農人應該也正忙著跟坐 只是好好的電線 莫名被偷影響工作 這樣的情況 也讓地方大探事逢日下 那當然是 怎麼在家電線的人 怎麼在家電線 那實在是 人家在家電線上 實在是很嚇人的 不用 我們有關單位 對這個動作 包括警察單位 像這種的 鐵機當然 買不太錢 但是用的要花錢 做成 人家的錢會打開 雖然台電已經表示 會緊急派人更換 不過這樣的行為 已經造成民眾困擾 地方還是希望 有關單位能夠多加留意 加強巡邏 避免同樣的事情再發生 電視台中采訪報導 警察 在港 獅子